說到裝修 很多人都會比較著重客廳、廚房和睡房的設計 不過很多時候都不知道怎樣去整個浴室 其實香港有一間公司是專門幫你做一些浴室的結具 他們可以幫你把家裡的浴室做到像五星級酒店那麼漂亮 不如今天我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Tessa來了 Hello William 全部都是白色的 摸上手很滑和舒服 這些是什麼物料? 這種物料叫做鋁質石 坊間也叫做人造石 1967年被發明後 其實在歐洲已經流行了很多年 為何Infinite Barf會選擇鋁質石來做產品? 因為比起傳統的結具材料 例如陶瓷或是阿加力 鋁質石是有更好的耐用度、防霉度、防食色性 還有更好的質感 所以摸上手的時候你會覺得它很舒服 另外它的可塑性也很高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一些很複雜或者很簡約的線條 原來鋁質石這麼特別 那有沒有其他一本可以看看呢? 當然有 我帶你去看看 好啊 好啊 Tesan,你在看什麼? 在看洗手盤 它的手工做得很好 為什麼可以做到完全沒有藉口位 但又可以連同櫃筒? 是因為我們的自家廠房 質量控制非常嚴格 每件產品都好像雕刻一件藝術品 而且師傅會用特殊儀器收口 保證做到完全無縫 洗手盤也有那麼多不同款 它們是否會有不同的功能? 對 而且我們可以配合你想要的設計 因應著不同的裝修風格 做不同的形狀和設計 咦?為什麼洗手盤好像跟其他不同一樣? 對,我們這些洗手盤可以做不同的尺寸 下面這個櫃是可以隱藏所有外露的喉管 漂亮之餘還有一個收納空間 對呀,真的沒想過原來洗手盤下面都可以用來擺雜物 其實這個浴室櫃的設計可以自由配搭 有幾十款升盤可以選擇 收納空間可以裝掩門、拖門、櫃桶、開放式層架都可以 台面亦都可以做一個毛巾桿 側面可以做一個刺紙架 如果有需要 甚至可以在台面裝一個無線充電器 嗯,都是台面盤比較適合我 其實我們台面盤都有很多選擇 有圓形、方形、橢圓形、超薄邊 有幾十款可以選擇 嗯,那我慢慢想想 我們可不可以先看浴缸嗎 當然可以,過來這邊 這款浴缸跟我平時看的四四方方的浴缸有些不同 對呀,這種浴缸都是用鋁質石造的 所以線條才會這麼漂亮,邊邊才會這麼薄 那它是白色的,會不會容易髒的 當然不會啦,我帶你過去試一下 嗯 擁有一個漂亮的浴室,心情都會好些 如果大家都想打造一個這麼潛衛的浴室 那就來這裡看看啦 然後休息一下 嘗嘗嘗 謝謝